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10点35分 有股友就问这个end floor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 参加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这只股呢 在五毛钱左右的时候 这边突破了这个200年均线 从一个时候也突破了所有的筹码风 然后股价呢就飙上去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注意这个买点的 现在他已经飙上去怎么办呢 这个老实讲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这边已经有很多筹码 底下的筹码呢 已经移上去了 就变成了 顶上的筹码呢 就非常的大 底下的筹码就非常的少 这个叫做仇重脚轻 随时未阴导 因为这个呢 可能是代表说已经有庄家在出票了 很多人在丢票啊 你去接的话 你很容易被套这边 这个老实讲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到了 除非他能够再次的突破这个筹码风 主力线就是0.8 突破上去的时候 这样这一个呢 就不是投中了 这个就变成脚重 因为这个整个都会变成他支撑盘 现在是压住他吧 突破之后就整个就变成支持盘 就支持住他啊 ok就随便不要追高了哈 真的是有点危险 这个是一个警惕信号 如果你已经止股的话 他跌破这条线 这个线 0.75 啊 这个0.75 是最后的防守 跌破的话 丢腰买出去了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